现在继续 短信互动 编辑板块代码 发送到1066-98808 就有机会 获伊贝斯三合一防晒套装 iPad Air一台 刚才我们王月鑫 已经跟大家说过 腾格尔的新歌当中 有提到武林这个地方 这次腾格尔老师 其实改变了风格 我们来看一个 短短的VCR 来看看他的新歌 《桃花园》里面 到底给我们唱了些什么 大家印象中的 腾格尔老师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2014年 他突然来了一个逆天大反转 来料一个护林年桃花园 林壮盛的桃花园 这是百变大咖的节奏 百变武侠贾大林 将向新版腾格尔发起挑战 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简直到你的 我可恼说 就是百变武侠贾大林大神的 讨厌武侠贾大林大神的 滋眶武侠贾大林大神的 人仰千百年 同人梦桃花 梦里大师美丽 又人忍不上悲 桃花园没人多 来了一个武林人 桃花园里撞上桃花鱼 来了一个武林人 有种福利最有天人呀 一个大鱼的这么有福气 一个大鱼的 桃花园里面 美丽人多 哇 桃花园没人多 来了一个武林人 桃花园里撞上桃花园 来了一个武林人 有种福利最有天人呀 嘿 一个大鱼的这么有福气 一个大鱼的这么有福气 里面建立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可能 他们要你去掀帘子的时候 我现在是掀帘子 是个女的 出来他本人 你刚才什么心情 我不知道 这样 那一位也上台 还有一个人 刚才也特别吃惊 就是我们王祖兰 你说说看 你看到腾哥老师本人的想法 得罪了 腾哥老师 腾哥老师你有没有看到 你也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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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过 腾哥老师看到你模仿过他 快点 非常好 王祖兰 你看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贾琳比腾哥老师 更不男人呢 你像腾哥 不是不是不是 女朋友不在 贾琳我最爱 女朋友回来 这样我们给腾哥老师 放一小段 王祖兰模仿腾哥的东西 好 我来看一下 好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天 得罪了 这么久看还是很震撼 特别在腾哥老师面前看 现在呢台上这么一看就只有这个真的最不像腾哥了 我们赶快多加一把野兹青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后面的精彩的节目好不好谢谢 欢迎腾哥老师成为我们今天的观摩大明星 我觉得节目主对贾琳比最好是腾奶还是一种 我觉得是腾奶 还有别的吗 对呀每次都这样是不是 不许在台上很发货 你看你看上一次那个 零点 零点乐队的周晓鸥 你扮演完了以后 他本人出来你就吓一跳 摆住上面搜周晓鸥那照片是你 大家去搜一看就知道 不是上一次也是把周晓鸥埋了一下 然后我以为因为我调卡不准 我以为大张伟跑过来帮我卡调 我还看了一下 然后吓了一跳 是这样 刚才我第一反应是我就想 一怎么变成个男的 第二个怎么是模仿的 然后我就想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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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人 我就反应了 我看他呆了半年 特别二那个呆了 腾哥老师啊您说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来了 但是呢剧组啊一再不让咱们俩见面 是不是 那是为您好真的 为您好 他吓着您 您就连夜赶回北京 不是腾哥老师 我也是被迫的 我也是混口犯的是 导演组给我钱我才模仿的 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也可以模仿很多女性角色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种角色我就可以了 不是 好难你知道吗 不是 我知道 贾琳你别这样贾琳 你不能一边摸着胡子一边说这话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 你不能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期 你想起这一处 因为你之前有那么多成功的女性角色 雪姨嘛 雪姨 玛丽梦露嘛 对对对对 你都是在我脑海当中都是恶梦啊 你模仿雪姨啊 都是美梦啊 你模仿雪姨 雪姨本人也来了 雪姨也来了 你模仿谁谁就来 这怎么搞的呢 我觉得这样我们下次想见谁 我们就请贾琳模仿谁 好 好 好 刘德华 你休息吧 好不好 那儿呢 那儿呢 刘德华在那儿 刘德华 其实你同时也可以扮演那个钟葵 不是 你下一次扮演钟葵 钟葵会来吗 没有 他有别的 火蜂 火蜂 其实火蜂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爬上了山坡我想唱 你现在长发脾气还行 来 过来 过来 你还猜一个呢 我本来就 还要说吗 对对对 说说说说 真的呀 我觉得讲的有的时候 你问题是出在你自己 你刚说 我也 模仿女性的角色 你下面人 她一眼冲在我旁 你要导演主动 我有时候也按耐不住 所以你一定要挖回来 我本就很难 对对对对对 女人本来就应该这样 现在三次发脾气还行 现在 这个人的人生是拧巴呢 你看腾个儿互相安慰 腾个儿 腾个儿互相安慰 我今天想问腾个儿老师 这把刀要砍上那边 你会砍谁 没有 腾个儿老师一直很 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慈祥的看着台上 贾连 然后只有一个 我看到的眉间稍微皱了一下 就是贾连过来那样扭的时候 腾个儿老师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当时看到腾个儿老师 拿话筒摔过来 好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下一对明星的比拼了 我们看第二对是谁对谁 请看 女生叫做静静 对 王静 男生叫做脸脸 她就叫大长脸 然后她自己名字叫鱼羊 鱼羊 那我们首先要出场 对 首先要出场的是静静 这一次来她要模仿的是一个男生 对 一个美女反串的男生 一起来看一下 王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丽恰佳恩的主持人王静 我曾经是歌手 把我唱给你听 呈现在年少如花 就说到跟湖南台的缘分 应该从03年开始吧 参加过我们湖南卫视 举办的一清制造 一清制造 我觉得是在国内选秀的鼻祖的节目 很幸运当时是获得了第一名 这次回来其实有一点感觉 像回娘家的感觉 说实话我是百变大卡秀 忠实的粉丝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都很大 看完之后真的是可以给你的心灵做一个SPA 这次来呢我就需要挑战自己 我要让大家看到王静不一样的一面 这个目标就是 井冈山 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刚才徐老师有教我吗 他说你一定要去模仿井冈山那个眼神 就是要有眉头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把鼻孔称大的那个部分 这个有 好久了 那个年代的歌手 我觉得他们的动作都是比较夸张 就像井冈山大哥在唱的时候就会那种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来自然的画面 我ro하게不认为政治 我也这么多 好喜欢任务 你漫 그러나 我跟你拥在设计 是钱 谢谢 谢谢 你温柔的甜美 好像牛儿天上飞 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 相依偎 你的眼我的泪 就算痛苦也珍贵 只因为是你 在我身边伴随 我说我愿意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度过每一个黑夜 和每一个白天 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 但愿我们感动天 我们能感动地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 永不分离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度过每一个黑夜 和每一个白天 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 但愿我们感动天 我们能感动地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เพ Sac soluble 我说我无法忘记 也有诵你 既然我们能感动地 尤其是你 我无法忘记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所以 所以井冈山 就一定要在一堆水 后面唱歌才是是不是 一堆水还要有瓶子 只要有瓶子 就一定要封到 先遮一只眼睛 然后再遮另外一只眼睛 嗨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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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演就是 其实抓住一个细节 因为当年拍MV 真的是经常会透过一些水 然后玻璃啊 然后那种反射的感觉 其实就是泡泉水的那个广告 是歌 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扮出来那么像 因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因为小小芝嘛 所以就觉得不像 结果一出来之后 一上了 硬甩两个大气的开场 接着就开始拿瓶子 你刚才在端这个鱼缸的时候 娜娜就已经笑风了 后来你往这边花瓶走的时候 我说不会吧 我说不会吧 我说可是有花会挡脸啊 然后就把花震扔了 可是我想问问 作为美女 你在扮这样的角色 做这样的表演的时候 你自己有需要调试的过程吗 刚才化完妆之后 对着镜子有一点 不敢看我自己 你不要不敢看 你看那边 最左边那个是个 没有 我 对 我终于找到伙伴了 最左边那个是个女的 最左边那个是个女的 其实我知道贾琳也是一步步 成长到今天的对不对 你原来长什么样来着 谁知道我们该梦回何处 谁明白中意 一般为何物 我如何存在 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观众嘉宾对她的这个表演的点听 首先带琳老师 首先出来很像 非常像 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 你啪一打开 身材太丰满 还有你看出来是女性 我有垫了毛巾在里面呢 如果不电的话 就是可能会更加像女孩子 女性客间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你对那水的那么执着的表演 这个表演就是以后在网上 大家可能会叫你新一代的水哥 来 机会老师 这王静啊来上课的时候 我只要求三件事情 三件事呢 刘老师 他模仿钢歌第一个要有穿字纹 第二个鼻孔要放大 再来呢要一字嘴 他今天全部做到了 谢谢许老师 谢谢许老师 许蓝 你的点评呢 感觉到你是有一点没有信心 但是你非常放得开 非常努力去做你一定做好的顾问 所以非常好 我们问一下腾哥老师好了 你有看过井冈山本人的表演吗 太熟悉了 当年之后一块出来的 那您觉得王静的表演怎么样 很像 然后特别是他这个声音啊 比那个井冈山还雌性 好 我们现在来给我们晋晋打分了 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我们看一下能打多少分 九十九分的高班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脸上要模仿谁 不行啊 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 不行咱开着灯嘛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 三炮 大家好 我是宇阳 头一次来到百变的大高秀 今天我将模仿的这厨子里面 长得最帅的 男模里面都会炒菜 他虽然称自己不是个男神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男神 听 我今天模仿的是 十下最红的男神 我那是什么男神 寻寻一下好女人 其实模仿张亮吧 有一点 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我们俩脸行吗 还是比较像的 真的是脸很长 是是是 不由自主让我想到了 我琢磨了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专业的角度出发 他每次走台的时候 都是有前台词的 哦真的 你的前台词是 冲着镜头 还是观众也好 他就是走过来 嗯 站到这儿 安静 对啊 前台词 都看什么 雪曼老师当时讲了一点 在唱他的歌的时候 别太唱再调了 总之呢 你要小心 不能把它唱得太好 比如说声音又稳定 又不漏气 那也就不行了 这个实在是太难为我了 对 是 没法聊了 这课怎么上 没没没 我模仿的是张亮 我不是男神 谁是男神 我也是男神 他都可以想到很多人 我也是女神 以其身 阿姨 你也很可爱 有什么男生 有你就有 完成人生 眼神里满是盛情团团 你有微笑对我点个赞 有时人生充满感叹 莫名其妙我成了男神 聚光当下的愚人璀璨 没人知道过往有多难 没人醒来习惯毛乱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是什么男生 那是虚弱的人生 不想当什么男生 平凡也是一种精神 我那是什么男生 我也很容易情深 不想当什么男生 有你就有完成人生 谢谢 来 让我们有请天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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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们是谁啊 那个能不能打点同情分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掌声送给我们 可爱的肖宝贝 好不好 眼看说说话不是特别像 今天这一点都不像 是啊 就是 模仿佳亮最大的 你的用心的地方是声音对不对 也不是 勇气 没有对吧 18 13 18 13 不不不 加上脸183 一共应该是一共183的个儿 1米7的脸 是不是 1米7的脸 1米8的脸 他说他有1米7的脸 对 郁阳的那个表演 其实没有态度可借力的 大部分靠他自己声音的塑造 和一种勇气 我们听听看观摩嘉宾 对于刚才郁阳这段 模仿的点评好不好 首先带去 跟张亮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讲话像吗 那有一段跟叫天天那个像吧 讲话特别像 因为维嘉 就是张亮这段表演的时候 维嘉也在现场嘛 我们一起做跨年的主持 我正想说这个表演 挺让我震撼的 震撼程度差不多 跟十个刘德华出来那个 出来了个二十个天天 那会儿特别震撼 每个女孩 对 因为 康磊家族其他成员 每次都问我提到你 然后都说我们肯定能成为好朋友 看来今天这个表演看完以后 多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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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眼王这心态很棒的 但是勇气真的很好的 我觉得从像是真的是 从你叫天天开始的 是 你张嘴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想 而且他喘谋到了张亮 就是他的声音其实有偏高频的东西 对对对对 而且他喜欢一直说下去 只要别人不回答 他就一直说一直说 没错 那我们生滚王点评叫生眼王 生滚王点评生眼王 因为郁杨来上课的时候 是我遇到教学的瓶颈 真的 你最后找到了勇气 我觉得很恭喜你 我生眼有很大成分是徐老师帮助了我 好 阻拦你的意见 其实你本来模仿张亮的那个语音啊 语速都很像 但是要把它变成歌舞就很难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将所有的舞蹈员 都变成另外一些我们这些高度的角色 那就好 没办法了 那个感觉不同 好 腾哥儿老师 腾哥儿老师说 我还是回我的头 我原谅去吧 开始的时候很帅 很酷 对 越演就越垮了是吧 我以为是那个模仿那个韩国演员 后来才知道我是在模仿张亮 谢谢 谢谢 腾哥儿 张亮本身我就不太熟 所以所以我以为是模仿韩国人 我觉得腾哥儿老师的点评非常精彩 就是从根儿上否认了大长脸的模仿 好 我们开始来打分 91分 对对对 很好 谢谢 谢谢佛老师 好 辛苦了 你像一样多多来啊 谢谢 广告之后将会是我们第三对明星的模仿 凡事齐聚来体会化身哪个组合呢 另外还有一位新的朋友 郭子玉将会要怎么样来挑战呢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看他们的表演 别忘了还有我们百变武侠 待会儿见 过八户